大家好,我是Mr.Manso, 今天會是HKDSE 2000 and HT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ssion 8, Question 23 請問二版的訊息,如果有需要,請你放下細心閱讀 OK,我們會先說Rotational Symmetry的旋轉對稱 即是由零度開始,只要它轉回原先的圖形 我們就說它是一重的對稱 譬如現在Retangle,這種我們就叫做兩重的對稱 因為當它轉回360度的時候,它已經有兩次和自己一樣 而一個正方形,我們就說它有四重的 OK,令到當然自己本身那一刻不算 就是轉了90度第一個,180度第二個,270度第三個,和310度第四個 那我們四重,英文叫Fortfold OK,Paranagram只有兩個 好,現在就是零度那一刻 好,現在就是零度那一刻 那要留意,那個心不是圖形 即是你題目那裡沒有這個,只不過我加上去 讓你看得比較舒服 好,當它轉了90度,可以不可以 那個心給你盯著,180度,270度 而回到360度,那個心就回到零度那個位 這樣我們就說它有四重的旋轉對稱 The number of rows of rotational symmetry is 4 這樣就搞定了 我們凡是提到rotational symmetry,我們順手都會提到reflection symmetry 我發覺Lumber of symmetry axis 就跟它幾多邊是掛了勾的 分別不同就是雙數那一堆 它是又有Diorgane,又有邊的Perpendicular Bicetta 而單數那一堆 它就永遠都是邊的Perpendicular Bicetta 去做這個Symmetry axis OK 那這個表就總結了 有興趣的話可以Post Query看看 好,白頭官女說多年 2016年其實出過那個就是reflection symmetry 有興趣看看吧 好,有問題是常常找我吧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是 helpful 麻煩你幫我share出去吧 這支經文是送給大家的 我只能夠教到你少少的知識神腳 教你生命有緣的在劉華市大家會見 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